今天我们讲投资的资讯 讲黄金 黄金这一般传统老百姓都会觉得 黄金不买回家 买到床底的月饼罐 收起来 打仗拿出来去换东西 科技佬应该不信黄金 科技佬就买了什么东西加密货币骗人的 但科技和黄金这个题目都蛮特别 如何融合在一起 不如讲一下原来 科技佬如何看黄金 大家都知道黄金是一个很传统性保值的资产 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科技的进展 其实从科技的角度我们看就是 其实除了比如说比特币 就是有co and go 保值的功能之外 或者是升值的功能之外 我们传统的资产一样是有这样的功能 只不过是它还停留了 那几年前还停留了 在一个传统的黄金金库那里 但是随着我们现在有区块链的诞生 我们就可以将一些很有实质价值 我们叫real world assets 现实世界的有价值的资产 将它代币化了 代币化了之后 我们仍然是说一个金条 只不过那条金条是有一个NFT 或者是一个代币 是去pair with it 同时间一条金条的验证 那个凭据就是一个NFT 或者是一个代币 这件事就导致我们可以将传统的黄金 带到一个未来的web free的一个世代里面 我们说的是两班不同的投资者 传统有传统黄金投资者 就像Saint Lawry你所说的 最保守的那班 月饼冠的那班 是月饼冠的那班就更加保守 然后中间就可能会有一些 speculative的那班 可能会有紫黄金 另外就是可能我真的处金条 然后在瑞士那里 另外就是进取那班朋友仔 我们在说的是90后 那班朋友仔 就很buy web free的 那班朋友仔同时间 他们也知道黄金的好处 于是将黄金代币化了 就完成了一个由web tool 就是传统互联网的产业 带到一个未来web free的一个产业 那就可以将gold tokenize 其实现在现有的digital的黄金 在区块链上已经有两大龙头 一个就是pexelgold 另外一个就是telegold telegold 如果大家熟web free的朋友仔 tele都是同一间 即是负责发行usdt 那个公司 稳定币 是稳定币公司 pexel也是一样 pexel也是发行他们自己的稳定币 但是这两个龙头 他们都有发行他们自己的黄金 即是在区块链上的黄金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绝对不是说 总之我一见到一些在区块链上面 或者一些label了在代币或者NFT 就是一些千局 不是的 都要看看背后究竟有什么资产 是去支持着 是去支撑着那个NFT 或者那个代币 我们才能够觉得 咦对啊 这个东西原来真的有它的价值在 而不是因为它代币化了 于是他就可以在web free的世界中自由交易 那刚才你说这件事 我有个问题 因为现在呢 其实好像 譬如说加拿大 封业注币厂 或者是其他的注币厂 那他们都会做一些 买卖的一些贫正的东西 就好像你在他们的网上 可能买了它两个盎司的金币 那其实你是可以 不是在这个时刻交收的 你可以譬如我去到加拿大 他们的网上拿金 那其实分别在哪里 只不过是Tether这间公司 或者Pasol 我不知道是什么 它买了一堆金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他们就不是买定的 所以这个又回到 为什么这两间公司 都是有一个 stable coin 的背景 因为逢是做这些硬资产 reward asset 都要合法合规 一定是最严谨的 遵守法例 所以通常他们一定是会 当他们发行一个 以金为做本位的稳定币的时候 他们一定是要有真金 实际的金在背后 才可以发行这个代币 一定要一对一 一定要一对一 就不可以有任何期货的存在可能性 但是这些个呢 我在站于投资人来说 versus 一个比特币 分别是什么呢 比特币如果你买了 你从 exchange 拿出来 入到你自己的 wallet 这些东西 资产未真正真拥有 但是刚才白洛所说 买那些稳定币公司发行的黄金 透过买第三方持有的股票 或者是代币形式 去持有那只 underlying的资产 这个分别是什么呢 你隔了一层 即是你不是直接持有那只资产 但是比特币你可以直接持有 同样道理 我之前上几集都说过 就是如果你有机会买etm 和买比特币现货 我会选什么呢 选比特币现货 但是我觉得有点不同 因为比特币本身是一个虚拟资产 当然我持有比特币 我是持有code model 但是黄金的持有方式是不同的 即是黄金我真的拿着一粒 如果你买了实金 就是大部分人都很难买到实金 因为实金 假设你买少量一两个 这样就可以 你买go bar 然后等回屋里 你又要想保障 保障 又要存仓 那里基本上也是货币 但是比特币呢 如果在链上 一移到我的code wallet 我基本上可以证明到 那些东西是否真的比特币 是 我原先要持有 那些相关的cost 那当这些公司发行这种 以金去做本位的 即是类似 stablecoin的东西 那其实 为什么我们民众要买呢 就是想买百乐 其实我买这种方式的黄金 有什么好处呢 即假设 假设 如果现在我有得选择 是 可以有一块金条在我面前 versus 有一块黄金民证 黄金民证的pexelgo 或者telego 在我面前 我会怎样选择呢 即是个人 我会选择是telego 或者pexelgo 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 我可以在web3的世界那里 做很多不同类型的交易 是的 不同类型的交易 例如什么呢 例如是借贷 将它再优化 变成一个衍生工具 是很多不同的玩法 因为web3 你说的是 一群很年轻的朋友 他们全部都是 在最高的投行那里 或者一些私募基金那里 出来的 他们的思维模式 是将一些传统 他们觉得 哇很多限制的环境 将那些idea 搬了出来 就放在web3的环境那里 当然了 法制上面 一定是要跟得好 不然 就会像之前 薯条歌 那些情况出现 所以 经过那些爆炸 薯条歌 那些爆炸 一轮又爆第二轮之后 现在呢 其实 那个法制 已经是看得很紧了 但是很紧之余 仍然是 刚才所说的 creativity 創作性仍然在web3的世界那里 于是乎 回答你刚才那条问题 金 这个传统的一个资产 放在web3那里 其实那个发展空间 那个能够是将它 那个剩余价值 或者潜在价值 是可以配搭 利用创业 是可以配搭 是 而且web3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朋友 一路加入 那个经济体是不容忽蝕 亦都是 为什么 细网 JP Morgan 他最初都说 我完全不喜欢区块链的任何资产 到现在他已经 到现在他已经是非常非常地 在区块链支撑的金融体系里面 高盛一样 是 所以 事实摆在眼前 当一个web3的经济体 在大到差不多的时候 所有的大Masker都要去分一倍金 因为一拿一杯的朋友 即香港我们的观众朋友 即是老人家 他拿着黄金 觉得很安全 因为黄金我拿着手 摸到重量的感觉到 但是黄金的位置 就是他没有办法 变成任何的投资 当然了 我可以拿到党铺那里 举了他的抵押 还要给全仓费 但是 举了之余 他是吃你很大的差价 对 食金更厉害 当然是给你金价 等钱花的话 我拿到黄金去抵押 就是很不方便 即是很亏 在安全性来说 我的确持有 改一个安市的黄金 在法例上 但是我同事可以享有到 在web3的世界 是如何将它作为抵押品 做到我们的投资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可以可以 那大问题 你们币圈的句话 根本是 Not your key or coin Not your gold Not your gold 我刚才带出来的一件事 如果你真的想买金 你买实金 但问题是 如果你透过 我不是跟你打对台 但问题的意思是 如果你要持有的话 你为什么要加重去持有呢 你想买实金 就买实金 你想买黄金相关的资产 要透过持有呢 就是刚才法学所说的 它其实可以令到你持有那个资产的同事 也都可以 不会浪费了那个opportunity cost 拿那个等值的钱 去做相关的DeFi项目 那其实这个Prestle Go 或者Tether Go 其实它和银行法的资金有什么分别 就是银行法的资金 银行都肯认的 资金呢 是不能够资金的 如果你问我呢 严格来说 是不应该是买资金的 因为你证据不到它 真的有那么多go 去资金 也是个人的意见 实金来说 就是刚才你说Paxel Go 它是有一个redemption的机制 在里面 就是说我如果要 帐户那些token 是换回一条金条 我是换得到的 我是换得到的 Paxel Go 本身是一个问题 它有一个custodian 有一个信托 那香港可以买 香港可以买到他们的金吗 是可以的 那在香港老婆也会买到的 当然 香港要跟回香港的法例 香港的法例 当然要做足kyc 就是know your customer 然后才能够在它那里 购买黄金 所以法例方面 当然要看回事是变的 是我们今天录节目的一刻 还有可能是三个月后 再看回这条片 也可能是不同的 尤其是在web free的世界 是变得很快的 所以一定是要大家 吸收知识之余 也要同时对回 究竟这一刻的regulation 是怎样的 才能够决定到应不应该去做 因为在香港 我所知买Bullion的Coin 其实是需要实名登记的 全部都要实名登记的 但是资金你给回一个premium 就相当大了 相当大了 我明白 我假设它跟银行 买紫金真的很不同 因为紫金是没有什么 或者我不知道它是没有什么 但是如果我买注币厂里面 它所出的贫症 其实都应该稳定的 是呀 是呀 绝对稳定的 Perv Mint 或者Canadian Maple Mint 其实我买它 我都可以去那里拿 其实是否跟Paxo一样 Paxo只不过是搏或是簸 这距离对驳造厂更加坦 他距离了 但是它有没有特性 在主币厂没有的呢 то 就是跟他买货Ё也有好处 比在主币厂买 这就是 带你去WDRether的世界 的搏脚 其实它拿货的地点 都是 加班s 是一个很独有 的优势 像你也周省讲 跟本身的铸造厂有很接近的关系 因为我经常关心的问题 其实持有实金 虽然我自己是一个实金的粉丝 亦在节目里分享过 我是很喜欢买实金的 但我都面对一个困难 实金其实是没有办法带来一个地方的 基本上任何一个地方 都有黄金的 非常严格的 非常严格 非常严格 所以变成有什么事 即是很触碰 即是真的突然战乱的话 我真的只能够拿一个银去换米 即是在当地 你哪个有米 或者是哪个开船 可不可以带我走 可以开到世界 那这个是实物黄金的一个限制 所以我自己都会想 即是为什么比特币会出现呢 在我的眼中就是觉得 我因为有些很有价值的东西 可以我不需要给一个玻璃管制 因为我走不了 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如果我可以通过网上 买到一个这样的银 它是用黄金去带 那会不会比我更安全 比特币其实没有东西带的 那会不会这么理解 是的 但是呢 web3的朋友又会这样回答你 他说 喂 那你要实名登记 现在你买金的代币 哦 这里就吓走了很多web3的朋友 哦 那就是我们比较上来说 是成熟一点的朋友 当然是实名登记 就是实名登记 始终有一天 但是有些 就是有些 比较少了 Generation Z 就是最先进的那群朋友 他们实际是觉得自己是ghost 是神性不可侵犯的 所以他们是不想有任何的footprint 那这个当然是要法制 以及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 要有一个共识 不是 他不可以就这样说 哦 我不喜欢给KYC的凭识 那他就不给 那始终都要有一个协同 就是有一个共识 那某程度上 出了这些产品之后 都可以说 黄金的波打呢 那个限制已经是打破了 因为既然我已经 我都不太杀金了 那我又可以通过网上 这种方式离开一个地方 可不可以说 这个技术一出现了 其实已经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都不是的 如果你说去到一个 真是国际性的层面 国家和国家自己互相协调 不是的 那个人真的有问题的 那个持金的人 一样可以封锁到 就像我们做几集港的Stablecoin一样 如果要封锁那个人的Stablecoin 一样可以封锁到 就是Tether和Pexel 一定要顾头 要安顾当地法制的成果 立刻凍结了那个人的Stablecoin 那现在Tether和Pexel 它是否已经在全球不同的点 都已经可以做到这件事 即是可以提金这件事 还是只能美国在一个地方做到 不 它提金最主要就是 看回他们自己的Terms and Conditions 他们每一个发行商 他们都有自己的Terms and Conditions 要看他们自己的金库设置在哪里 然后就在那里 他们有一个流程 你验证自己个人身份之后 就可以提金 通常都是在瑞士 最怕一样东西是什么呢 我在香港经过这个买业之后 我想拿的时候我可能要去瑞士 但我去瑞士拿的时候 我拿了瑞士拿回香港就不行的 因为他们出不了境 这个就有问题 所以变成那件事 最后可能只会变成 在网址世界里面 只是在那里做抵押 还有在那里做其他东西 就是会有这样的可能性 它也有些Delivery Service 当然又要就回 好像我们刚才说 要当地的法制 如果法制允许之后 Delivery 应该是没问题的 大家会不会有考虑过 全世界究竟有多少黄金 一般都说 Fill up 三个泳池那么多 就是总量 三个泳池 全部换完就是世界的黄金量 往往在金价涨到差不多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觉 总会有些新消息 突然发现了新金矿 我说不知道 言言之意 就是我这么说 一无论 就是那些金矿商 可能跟政府合起 或者政府自己有心去 释放一些消息出来 在金价上 就是代表通货膨胀会 好像有些失控那样 立刻发放消息出来 又多了金矿 全球供应该多了 不知多少 都这么压一点 就是potential 你这里有10万吨的 就立刻金价跌大妈 不过其实没有人可以 规则到 到底是否真的有这么多 但是我的论度就是 如果比特币的 就只有2800万个 就只有2800万个 超级比特币粉丝 他们是死亡的粉丝 我觉得这个也是 很值得讨论的位置 我们有时候听到这些讯息 但是我们都不知道是否真的 还有听说 其实地表的黄金是未挖光的 只不过因为转碳的难度 去到某个位置之后 再转到一盎司出来 成本是高过一盎司 黄金现在的金价 所以就不值得拿 刚才你说过 那些统碳报告 其实都是从创头的角度 都很有趣的一个板块 就是现在我们都 come across 一些科技公司 的确声称有这样的科技 可以转得深一点 你知道金矿是有很多不同的类型 有些是open pit 就是本身已经看得到的 有金的 有些就可能真的要转到某个深度 才能够抽取到金出来 所以就说 有一些科技公司 他们基本上就是target 你刚才说的那个 是non-open pit的情况 真的要转到某个深度 才能够抽取到高出来 他们就跟你计算了 如果你买过这个科技的话 你就可以以低过彩金的成本 来到拿到某个金出来 是一个现有的板块 但是就的确是有吸引程度 是对于这样 但当然回复求生 Viktor所说 当你是真的可以无限地 在地底挖到某个金出来 金还值不值这个价 是的 所以有控制 其实有些像控制鑽石 鑽石也是这样的market hold着那个楼 hold着值钱 希望今天大家都很好 我这个新的资讯黄金也是这样的玩法 其实这个世界越玩越奇怪 因为我们过往几千年 都是黄金 就是绝补值的东西 原来搞搞一下 黄金又可以变出不同的东西 自从比特币出了一个rap fee 出了以后 黄金又有五花八门的新的玩法 大家可以整理一下自己 或者试试一下 如果你是黄金的粉丝 你用什么方式的持有黄金 比如说实物那些 它的坏处就是 验证是不是真的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想搬它出境 又搬不到 实物真的要小心 因为它表面是包着金 里面根本是铁 里面是什么 或者是污 你不知道 这些是持有实金 也有它的风链存在 但是紫王今天也有问题 是银行担保的 有没有实物储存 我们也不知道 直到我们如果买这些 可能是Bullion Supplier 可能是那些 Mins 注币厂的 那是他们担保 如果他的注币厂 我们也没有 Paxel有Paxel的玩法 它在公开市场里面就是 它保证它和你一对一 它会买的 你要拿的话 是拿得到 但是根据他们的法规 所以 没有任何一个投资的方式 是完全100%安全 是 只能够大家可能分散 如果你是黄金打黑粉丝也好 你都要知道原来不是 握着把我坐下 一定会稳定 包括那些迷惑 我希望今天 我们科技都会带到一些 和黄金投资相关 科技人的角度的视觉 希望下集继续和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科技话题 下次见 拜拜 新频道的朋友大家好 各位如果对web 3.0 对AI 甚至是对科技佬节目内容 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透过Google Form 联络我 我会和你做一个一对一咨询